大家好,我是小胖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见会的暴力对决 观众朋友依旧是那个人参果的李武装 那今天对面呢 难得一见有一个方寸 观众朋友这边选择还是三大辅助 地府化身辅助神木 配合着人参果李武装再加一个魔王 开了一把蛇阵 那对面就上的是一个女儿方寸 石头魔王的一个212 方寸山这一手催眠的话 你别说我感觉还 有点克制这个 李武装的 因为他催眠的话一催就是两个回合 你如果当前回合打不开 下个回合你解掉的 你还是动不了 因为之前说过这个李武装 他就是不能连续两回合 不能连续两回合去 我用这个敲进机遇 不能断两个回合 不能断掉两个回合 方寸山偏偏他就可以控制你两个回合 你还必须当前回合就把这个东西处理掉 所以观众朋友这边总得分出一个宝宝 来敲他 反敲一下自己对面直接起飞 看一下石头的伤害怎么样 打到宝宝身上是很疼的 但是打到人身上就一般般了 转印石头 你看观众朋友这个李武装血量是真不高啊 他后排应该是带的抗风 应该是带的抗风 要抗性没抗性 要血量没血量 你说后排能带啥 发顾山直接被击到 打倒在地倒是无所谓 怕催眠 而且有了方寸山牵制观众房宝宝的能力也比较的强 致命就相当于暴毙了 血量比较低的时候 确实会出现这种问题 抗甲树扔一扔 催眠再给没给上 摇头摆尾摇起来 这个秘传法术也有东西的 就观众方三大辅助 有一说一不管是法皇还是防御都不错的 有秘传法术的话 拼脸啊 运气不错的话 是可以出那么几个无穷大 把一些难可的硬骨头 直接给瞄倒 而且尸团里那边爪一慢慢叠加起来 以后会越来越高的 当然那个东西得看脸 无穷大现在发现也没那么好处 也不容易了 继续效力一下 方寸也是来一把效力 哎呦 这佛法无边打上以后 出发法联加速自己的叠加 而且出法联的第二下 他是可以叠加归真的 但是他又不消耗人生活 所以佛法无边 官大方一直要给这个力武装打着 这几个锤子敲下来 官大方血量也不是很健康的 魔王那边选择的仙招宝宝 没有直接秒 官大方得加速自己一个力武装叠加的过程 但这个东西加速不了啊 反正就一回合你充气量敲两下 想加速加不起来 官大方得点了 不点就受不了了 这面面伤有点凶的 女儿村还自动 罗汉盖起来 为了这么个魔王 你还得盖个罗汉 你别说这魔王 你觉得好像他输出不高 但这玩意儿 每个回合秒 因为没人管他 你知道吧 没人管这个玩意儿的 你 他就是出手 不受任何的限制 那你不受限制 这输出也很给力的 官大方武装继续倒地 每个回合 官大方就都得卡大量的大进 女儿村回来 继续控制 又风进来了 你看这华生寺动不了 辅助神木动不了 对面还适不适的 效力藏刀 官大方的恢复是个大问题 终于今天可以看到一个 拿捏官大方的团队落魄 命中率最高 但是没风中 没风中 地府这边堵一堵 回回雪 压力太大了 继续敲 一万四 孩子也飞掉 宝宝又飞了一个 再把力武装敲死 魔王的抗性很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这魔王的抗性很高 基本上走的就是一个抗性路线 摇头白白 我就一点一点慢慢耗你呗 命传法术 再来一个 两千 官大方再一次全员参选 还得接着卡 对面注意保护 注意出宝宝 保护自己的人物 这不出宝宝 要出事了 继续笑 对面这笑力 用的是真不错呀 猪天干户 在家伤害 对面光队 再笑一手 范文侠给中了 这受不了 给了个范文侠 总得想办法 控制控制嘛 没风险 只能是靠这种 偏方呢 走个八宝啥的 出发 被杀走石 你看这把对面 二位宝宝还给清掉了 舔过来 方寸 触犯 青石 哎 这方寸的青石 是个啥呀 你别说我还真不知道啊 一会儿看一下 他用啥呀 好像是一个增加 封印命中的 乐破福吧 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啊 增加封印命中的 乐破福啊 我有点印象 但记不住了啊 失魂符 还没封中 连接失魂还没封中啊 使用一次失魂符 命中率提高10%啊 这 这好像也没什么 多大意义 反正也没封中啊 使用了个失魂 增加10%的命中 效果好像不怎么好 要不说 观察方 这个武装官 靠风呢 啊 这一波 观察方 是把对面魔王 直接点杀了 摇手摆尾 捕了一刀 魔王成功倒地 这魔王有一个好处 因为他点杀的话 力武装的伤害是足够的 大家也都知道啊 基本就是一击 直接就必杀了 唯一可能比较惧怕的 就是对手的163 你这一棍子敲过去 触发163了 之后这个人没死 但是这个魔王 就可以很好的补刀 啊 我直接 瞄你一下 啊 破你的163 如果这个回合 你继续触发163了 哎 你看对面 这女儿也被一棍子敲死了 如果你继续触发163 下个回合 他还有个火箍子呢 你知道吧 他头上不是 还有一个火箍子 这就是摇头摆尾 带的这么一个火箍子 可以孤到一个 两 两百四十滴血 刚好可以再破一次163 这个就有点意思 你正常没有163的 这一棍子直接就把你敲倒了 这样对面没了魔王 观众朋友也没多大的压力了 对面方次也是尝试的来封印了几次啊 他确实封不中这个力武装 他就存不中好麻烦啊 真想知道这个力武装 带的是什么后排定士啊 哎 这个也被暴毙了 再配合着武装官的致命 那么一个经脉 我怕我便继续打上 我看一下力武装 这边已经是有了九层的归针了啊 九层归针这个数据 已经相当的不错了 木画 星辰护右 再敲 直接被烦死 少害太高把自己给烦死 再找一个隐身地听 那就是废物地听了 清醒之后 再水清宝一下 小死亡 方寸神163 再触发法联 两棍子 直接送回家 个人 酷 给我 等一下 咳咳 对战坊现在已经没有还手的力量了 一旦观战坊这个力武装伤害上来以后 这配合地府就是一混的一个了 力武出了俩无穷大 秒死一个孩子又把观战坊化身四给弄死了 但是对面魔王也没了 师傅也没了 全是小嫂 你后续输出跟不上 后续输出跟不上 那这就没办法 再控一下地府 拿起化身四 不推打也行 毕竟还有一个辅助神木 辅助神木的那个回血技能不比化身四的差 不比化身四的差 那一下你看这六千四回上线了 兄弟们这个类似于活血 它是回上线的 六千四直接就满了 化身四在稍微群推群推 美滋滋 它这几个辅助也是相辅相成的 最主要它开一个蛇阵 大家知道吧 这蛇阵三个抗风味 它自己我感觉观战坊会多多少少都会带点抗风 都会带点抗风 那这样的话 你遇到风系 本身观战坊是没风系的 遇到风系以后也有一定的抵抗力 只能说是一定的 不是绝对的 毕竟这玩意儿也不是绝对抗风 白草菊 就像观战坊这个化身四 我感觉 我感觉 我感觉无所谓 反正伤害武装罐伤害高 好像人这位子直接敲了六万九啊 对面这输出呀 是真的高 有致命的效果 对面163也被暴毙了 163也被暴毙了 然后孤还能孤你点血 那个小伙孤可以孤你点血 然后暴毙还能再暴你一次 这俩应该不是重复触发的吧 化身四 再来一把灵元堆 神木灵这边再来一把金青小爽再点 四海生平 哎呀 这四海这玩意儿可是许久为将了呀 这东西是十年以前法系必备特技啊 十几年前法系必备特技四海生平 当年的龙宫也被叫做四海龙嘛 必带四海生平 再控一下地骨 对面也是一把金青 一听换一换 斩敌 给你小拼一手 三万六 玩找玩笑 轻掉一个宝宝 其实这几个人法防还不错的 法防还不错 摇头白尾 先清掉对面 魔王是起牛径 还直接秒呀 很纠结 选择了直接秒 因为这个魔王不起牛径 废了一大半 这无穷大魔王不起牛径 废了一大半 之前我也跟兄弟们说过了 就什么不起秘润 你就觉得还不错 就是也不至于太差 但是魔王不起牛径 你感觉他就废了 你就感觉他废了 而且啊 无穷大魔王的筋脉大招 他就是跟牛径挂钩的 你被动吗 你跟 你这不起牛径 而且 秘传法术也跟牛径挂钩 知道吧 秘传法术也跟牛径挂钩 经脉大招还跟牛径挂钩 所以这个魔王必须得起牛径 那关战方这一步 又把对面牛径给敲死了 牛径走起 不起牛径 玩不了 但是呢 关战方这边 随时又可以把他杀掉的 唯独的问题啊 关战方还是清场能力太差了 最近 咱们看他这个比赛看的比较多 就把对面打残 五个人杀掉很容易啊 但清场很困难 魔王走的是一个抗性路线 就关战方不想留下除了武装怪以外的薄弱环节 这个大家能理解 他不想留下除了武装怪以外的薄弱环节 所以这魔王的抗性也高 再而然法上就低了一些 很多小伙伴说关战方这边怕国标 怎么说呢 就是基本上咱们也做过他四五场跟国标的对战 不管是群雄逐落还是剑慧啊 咱们他跟魔王的国标的对战 咱们也做过不少了 关战方有自己的手段 绝对是有自己的手段 不怕国标 一开始我也以为他比较怕国标 事实证明他确实不是太怕 有些时候是咱们想象中的那是一回事啊 实战中操作出来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啊 想象里边他确实比较怕国标 实际上呢 他是真不怕 当然所有的这一切啊 咱们说的是基于硬件差不多的条件下 硬件超出太多的咱就另算了 魔法无边 水晶在宝 小桑在点对面 石头一棍子七万八 什么玩意儿 现在关战方的龟真已经十五层了 啊 十五层的龟真 烧死石头 再触发一次 猫也倒地了 再换 哦 看这个样子 对面这是要不过了呀 换虚米了 应该是放弃了 应该是有点放弃的意思 关战方人拉 小桑再挂 一棍子 一弯切 小禁古舟啊 古两千四百血 继续回口血 岩长送出去 又是一个双岩 稍待手的 把光寸也带走 那就相当于是三岩了 把化成色也带走 相当于就三岩了 比赛结束了啊 感谢大家收看 没有点关注的帮忙点关注 没有点赞的帮忙点个赞 打不过啊 根本打不过 剑慧的话 一般都是遇到跟自己 实力差不多的对手 他是一个积分匹配制度 所以说 对手的实力 从对面的输出来看 对面倒是也不差的 对面倒是也不差的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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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